Moto Sawarika 歡迎收看六月六日的 在等三十 今天我會和大家離開曼谷 去到巴提亞走一轉 進入巴提亞之前 會經過這個地方 從曼谷到巴提亞途中 一定會經過MotoWay MotoWay之上 兩房進市吃的地方 兼且有公廁給方便 別以為在疫情之下 人才兩空 完全沒有人 但你看看 車都停泊在這裏 有很多泰國人來 兼且餐廳裏面 亦都有泰國人在吃東西 證明一個東西 大家實在困太久了 有機會的話 辦公朋友就盡情出去 去巴提亞玩 什麼意思呢 任選自助餐之中 我選了我最喜歡吃的 雜菜炒粉絲 和煎蛋加飯 價值大約五十匹左右 相當抵食 這就叫做地道 這一檔我經常來吃 因為它會否 廁所夠乾淨 兼且價錢又OK 還有些東西好吃 其實在泰國生活 簡簡單單有一餐 你不喜歡吃兩餐 吃一餐就可以了 封劍尤人 吃飽飽 去洗手間 接著可以出發 我們就去巴提亞 由這裏去巴提亞 大概一個多小時就到 說這麼快 可以到海灘了 誰會珍惜 當你還擁有 沒錯 這句歌詞說得很對 當你擁有的時候 是不會珍惜的 巴提亞這個海灘 來過很多很多次 但從未想過 會在這裏慢步沉思 還有慢慢享受 直到好幾個月 不可以再來 甚至乎政府下了命令 你不要走到海灘 走到海灘捉你 又或者哪裡都要戴口罩 那你就知死了 今時今日海灘開放 你會見到泰國人也好 或者一些居巴的外國人也好 都可以在這裏盡情享受 因為所有事情回來了 雖然香港此時此刻 大家都還未能來到 但可以告訴你 巴提亞美好的一面 都逐漸回來 真的要好好享受才行 繼續唱歌 冰凍的椰青 坐在沙灘之上 享受著腳底按摩 還有海風輕吹 當然正 不過老實說 這些行為 以前我們是不會做的 實在太油客 但今時今日要做了 佳因甚麼 佳因要幫幫阿嬸 當然自己也是 想享受一下泰式按摩 因為泰國沒有按摩 雖然千多日可以按摩 但感覺不一樣 看著這麼漂亮的海 海天一色 吹著海風 最緊要 椰青又凍 其實很多檔口 都已經有這些服務 有些可以吃東西 有些可以按摩 來到巴提亞 當然要盡情消費 幫助這裡的人 看著海 說甚麼呢 沒甚麼要說 唱歌 滄海一盛少 浩吐兩岸潮 浮沉翠朗 知己禁照 啦啦啦啦啦 喂 胡先生 不要吵著人家 對不起 那又是唱生世 吵著阿嬸和我按摩 你看阿嬸 嘩 他真的很專業 除了手勢專業 有造型賣相 有口罩 有面罩 做出防禦措施 大熱天時 這樣做 還要幫人按摩 所以 300匹 是值得給他的 要支持 要支持 除了支持泰國人 還要支持香港人 這間店 原來就是香港人所開的 你看裡面 都很多香港朋友來光顧過 別以為香港人開店 吃東西會貴 50匹一碟 真是便宜 很多人來 還要簽名留念 這間鏡濕廚房 原來就是港人阿嬸所開的 他在這裡 除了打點一切 還會親自下傳 今天就有正宋 做給我吃 嘩 超棒 各位觀眾 番茄薯仔湯 你在香港可能天天喝 但我沒多可有得喝 這個簡直 媽媽做的味道超棒 還有這個 試椒排骨 剛才我偷吃了一件 真的很美味 當然 老闆親自下廚 親自做的 這些就是香港風情 香港的味道 好 立刻吃完 一會再跟老闆聊天 番茄薯仔湯 蒸排骨 嘩 真的很久沒吃過 喝飽吃 最要做事 好 訪問這裏的老闆 都是居泰港人 居泰港人 是居巴港人 才行 阿米 阿米 你好 你好 阿米 你住了這裏多久 都兩年多了 嗯嗯 我知道你這間店 做泰菜之餘 也有些港式菜 那這裏的泰國人受不受 或者這裏的居巴港人受不受 疫情前 有泰國人特地來試試港式菜 那些東西 他們都歡迎 嗯 那香港人都多 那時候 反而泰國人在這裏 就真的是 我想因為巴亭亞著重遊客多 所以 他們都很窮 想得很少出來吃飯 嗯 但我見你價錢都很便宜 泰菜 50匹有交易 對 因為想遇上疫情 都希望大家可以 用很低的價錢吃到飯 大家開餐飯 但是 譬如說 我知道疫情之中 你都幾乎兩個月沒有開過店 差不多 我們從3月28日 山門到5月29日才開餐飯 差不多兩個月 那期間你做些什麼 生活日子怎麼過 那個期間簡直好像閉關 一來又封關出不到街 他每晚又宵禁 你想去一下 外面逛逛都不行 變了一天都起動 那外賣又 但是我都沒有什麼 其實都 主力都是方便 去71萬日吃就算 啊 或者有時自己煮一下 嗯 那現在開餐飯 但是 似乎生意都不是太理想 對吧 開餐飯生意都 一般 但是我自己也有四周圍去了解過 巴提雅的人都幾喜歡健康的 那你說行山啊 行沙灘那些就會多的 但是聚起吃東西的地方都少的 因為始終 泰國人可能喜歡很舒服的生活 又沒有酒喝 那他們一般來說都很少聚一起吃 那很多都是可能買外賣 那就算了 所以我就算開餐飯都很安靜 嗯 那接下來的日子 據我了解 香港朋友可能都要9月18日 才可以去完外國回來 不需要14天隔離 那假設譬如9月底都大家可以來 那可能要等到9月底 但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幾個月要熬 是啊 所以現在我們都調節了餐帶 希望做一些大陸 去吸納一些泰國人 去嘗試一下我們港式菜 一些港式的飯 令到他們嘗試一些新的食物 是啊 剛才那個番茄薯仔湯這麼正 一定要推介給他們 不用下隻喝冬任公 因為泰國人都喜歡喝一些酸的食物 我們有些譬如榨醬麵 或者一些他們都喜歡吃的口味 去迎合他們 好啊好 那希望你的生意早日回來 生意興隆 還有在這裡生活愉快 好 感謝你 謝謝 謝謝 所以無論泰國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甚至乎在哪個地方都好 都要咬緊牙根 繼續酥酥奮 奮鬥下去 明天我們會繼續和大家在巴提亞四圍走 看看暴行街此時此刻的情況 接著又會找來另一位居巴的廣人 這位女士在巴提亞已經居住了近20年 這段日子裏面 每天所做的就是 好事 善事 究竟什麼事呢 明天繼續留意我們的 再等30 巴提亞篇